明天我將會發表我任內第五份 也是本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雖然是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但是我和我的團隊非常重視這一份施政報告 我親自主持了40場的諮詢會 我們估計大概有3,500人 透過這些線上線下的諮詢會 參與過2021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 我們也收到有3,800份書面或是電郵的意見書 今天當然不會預先公佈關於施政報告的內容 也沒有什麼給大家驚喜 因為一如既往都是這樣的顏色 這是2021年的施政報告 這份證文我將會在明天在立法會宣讀 這本施政報告是五年任期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所以我們也利用這個施政報告的附編 是總結一下這一屆政府在這四年多的工作 以及全面向社會交代我們在過往 四份施政報告裏面的900多項政策措施落實的情況 今年的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 當然在未來裏面經濟發展很重要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很重要 但我完全明白市民眾中之眾 是希望政府能夠解決房屋和土地的問題 反之在一些紓困的措施 我早前都在這裡先後兩次公佈了 包括在8月31號和9月21號 就是有些需要政府延續的寬減租金 政府收費的措施我們已經公佈了 另外有一批是延續我們的擔保的貸款 特別是針對中小企和個人也公佈了 所以市民報告是不會再有篇幅 去處理一些比較針對新冠疫情 引發到之後的需要我們支援的地方 向左衛著 應一至轉 強行為 感受十分 信複eness